大家好,我是艾美丽亚Emilia 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Lex City的产品解码 是厨房片啦 So let's go! 如果说你进来我们的座房的话呢 旁边其实就是我们的厨房 厨房的话呢,我们给到你的是 封闭式的厨房 再加上三面的厨房 所以我们来说的话呢 其实可能他们给到你四两面的厨房 我们给到三面的厨房的话呢 第一点,它的开带的面积会更宽阔 对吗? 所以如果说呢,你去买东西的话呢 你肯定会多多小小的想到 如果我要买大量的布屏的话 你要把它搬进去一个房间或者一个空间 没有很简单的 如果说你开出来的面积没那么大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是可以减轻你的烦恼 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更细心的一点是在于这里啦 我们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给到你的呢 是平的一个构造 以下我们给一些奥物的布屏 给比较拉的一个盖 这样子平的一个构造的话呢 你搬起东西来的话呢 会特别的觉得 诶,不然我一边去搬倒 因为它是平的嘛 触感会更加好 第二点是在于的话呢 如果说你家里小朋友啊 或者是有长辈们的话呢 诶,进进出出 很危险的嘛 所以如果说这样子有一个concent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诶,这样子会更加安心啦 第三点的话,如果你家里呢 还有那些小朋友呢 他们是低过一岁的话 他们可能还在做baby walker的话 诶,你可以怎么做呢 把我们这扇门关起来 所以你在里面是烹饪对吗 你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tumberglass呢 实际可以看到你的小孩在外面玩耍啊 所以你会更加的安心在烹饪的时候 对吗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磁砖 所以我们的磁砖是给到你300x600的磁砖 而且呢,你可以发现我们旁边的磁砖 是直接到顶部的 所以呢,这样子一来的话 诶,普通来说我们土东西哦 我们是肯定有大足的嘛 可是多多少少一个月你都会有一两次大足的话呢 油烟多多少少都会贴在你的墙壁 所以这样子我们给到你这样子的touse的话呢 你就不用太过担心啦 为什么呢,你可以个人的轻鱼啊 直接一骂就可以直接很容易可以remove掉那个stand了啦 对不对呢 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kitchen 我们是给了你这个cabinet的 所以我们更加信心是在于呢 我们在制作这个cabinet的时候 底部的这个cabinet呢 我们是以850mm来去制造的 所以我们是配上亚洲人的身高的高度 来制造这850mm的高度 所以当你在烹饪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诶,它不会那么容易的腰酸被痛 本来你弯药,你要煮东西,拿东西的话 其实都相对来说呢 这个高度是非常适合的 另外一点,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卖点是在于这里呢 来,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排油的烟道啦 所以排油的这个烟道我们是简称为Fruit Pie 怎么说呢 我们of course会给到你Fruit and Top 说Fruit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用那种内循环式的 而是外循环 是我们会外循环直接烟 直接是排到来我们的Fruit Pie 直接去到路口 所以这样子一来呢 你整间家就不会油烟脏气 第二点的话呢 如果说,诶,你在煮的话 你把setting弄关起来对吗 这里的门你可以开上 所以会更加的通风 而且采装会特别好哦 所以你听了我的解说 是不是觉得,诶,心动了呢 所以说呢,别再忧意了 确认过眼神 我懂你的意思 好啦 这么提醒的设计 再加上这么舒适的面积 快来找我记忆剧哦 我是Emilia 艾美丽娅 拜拜 阿弥強 阿弥